一部花車 除了國際隊伍 亦有11隊本地隊伍表演 當中表演魔術的李恆齊說 其中一項挑戰 是要確保四方白面的觀眾 都看不到破綻 在街上是360度 所以會顧及很多死位和穿崩的位 所以要留意的道具 就用360度可以做到 就算360度做不到 也要有少少的位置我們要遷就 因為不希望在表演的過程中 會有穿崩或魔術的秘密洩露出 美國啦啦隊就會和本地魔術師合作 巡遊路線在香港文化中心廣場出發 經廣東道、海防道、彌敦道 和梳士巴黎道前進 最後以香港喜來登酒店做終點 現場的門券已經賣光了 但市民可以到巡遊路線的兩邊 免費替表演 巡遊會在晚上8時開始 一小時前沿途會有街頭派對 無線理事記者阮家峰報導 一到